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来锁定的是 来看看这些大明星们 如何挑战自我跨界演出 首先来看的是刘以豪 他从模特儿出身转战戏剧 从戏剧里头 他一开始都是演配角 不过帅气的模样 还有暖男形象 成为了广告宠儿 之后人气越来越高 也成为了偶像剧里的男主角 甚至还红到了韩国去 近来演出电影 以悲伤更悲伤的故事 那你去吧 父亲血癌过世 母亲更抛弃他 张哲凯原本对这个世界 再也不抱任何希望 宋媛媛却是硬闯入 当了他的家人 以为是幸福来敲门 但却是迎来更悲伤的人生 感情戏催泪到最紧绷 刘以豪挑大梁演出男主角 而这也是他出道10年来 最最悲伤的一个角色 进入角色的话 常常会太难过 他会幸福 就算现在不会 以后肯定会 重心有一段其实是很抗拒的 就真的不想要再进去 那个氛围跟感觉 因为那个感觉我 如果老实讲的话 我会用很恶心来形容 因为这样讲不太好 因为他是一个角色 他就是一个活生生人 但我必须说 那个感觉有时候是恶心的 因为就是会深刻觉得 我不想死 但是就是你真的是得走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李翔 以豪暖是有一种活泼 而且他跟义涵会有很多 互动的东西 然后他要在明明很痛苦的情况下 又要装 又要很坚强 又要忍很多东西 这样 次戏的过程中 我会用各种方式 比如说用周星祠的演法 戏剧也演法 很难过演法 让他们去演同一段戏 看他们演出来的感觉 不然你会发现说 以豪是唯一一个能够笑着 演所有难过戏的人 狂居 护娇啊 就这样子过了十年 不只是外形 是花美男 多年累积的戏剧经验 还有生活点滴 让刘以豪再呈现悲伤情感 很真 也很能触动人心 其实我觉得 有一点还蛮重要 就是刚才他们提到说 要很真心很真实的这个感觉 举一场例子 在拍天桥的戏的时候 他在天桥要崩溃大哭嘛 我记得那天 跑完是半夜两三点 然后哭完以后 已经觉得那个拍摄很厉害 然后我就说 我说待会我们吃完宵夜 重他一次好不好 我说刚才那一个拍摄 我觉得有难过的感觉 但没有心碎的感觉 一个小时后回来就大哭 我想说是不是我逼死他了 但是大家在画面上 看到那个东西就非常的 真实跟动人 所以我觉得其实 对啊 导演自己吃两份 交换 交换什么戒指 带哪家啊 我觉得我跟柳豪 这个这部戏有一种 很奇怪的互补 不管是我有鼓励他 或是他鼓励我 我觉得我们都会在 某一个时刻里面 我们会找到最 可以让对方舒服的方式 我其实蛮谢谢柳豪的 吻戏 吻戏其实没有太多感觉 因为就是导演放在 你刚刚说好吗 你刚刚说好吗 没有 听我说 这真的不会有太多感觉 因为导演放在第一场 第一天的第一场戏 所以你根本脑袋里面 还没有任何的想法 你在想说等一下怎么办的时候 然后就拍完了 对 所以大家其实 那个焦点不在吻戏 在很多事情你要准备跟掌握 因为是第一场的第一天的戏 不只是耍帅摆姿 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 是刘以豪戏剧路上的突破 2008年参加模特尔大赛出道 获得第三名 帅气样貌 加上招牌花椰菜头 和灿烂笑容 迅速打响名号 但早期的戏剧作品 大多是配角客串 为了我们的荣誉 我们一定要出奇招啊 为了是奇招在哪啊 外面有人在跟我 不要让他们进来 好 你看 你看 我一直爱你八小时 我会爱你一万年啊 尽管戏红 但刘以豪 窜出头的方式 在广告 不管是打开电视 或是上网滑手机 走在马路上 几乎都有刘以豪的身影 好形象 林绯闻 让他从饮料广告 3C产品 保养品 面膜 鞋子 手表 甚至是观光大使 不只进军到日本 就连韩国也有一大票粉丝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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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气高到 刘以豪工作结束 吃完宵夜 走在街头 也被韩粉追着要合照签名 为什么 我自己都好玩 我自己都好玩 刘以豪还被韩国媒体大赞 称他为台湾斯曼南 甚至还受到台北市官船局邀请 飞到首尔担任旅游大使 还有韩国节目超人回来了 刘以豪也当过特别来宾 而且每一次到韩国宣传作品 开机场就爆满机场 不只粉丝见面会 还在首尔国际电视节 拿下男子亚洲明星奖 在台日韩 人气越来越夯 当然成功也绝对不是 一蹴可击 江海空呢 你现在变这么廉价 你给我讲清楚 什么叫我廉价 你不是说 只要有钱 让你做什么都可以 请问一下 这个是装饰品 不好意思 我们主厨都是依自己的 心情在做甜点的 所以每一天都会不一样 刘以豪率真又暖男的形象 融化影迷迅速圈粉 光是Instagram和脸书粉丝 就有170万人追踪 而除了演戏 刘以豪也是清晨店的 吉他手兼团长 而且也开始学唱歌 慢慢地越唱越好 还替电影唱主题曲 就连饶舌也难不倒他 正值事业新巅峰 但刘以豪仍然没有大牌架子 不论专访还是记者会 态度谦虚又大方 在网络世界对粉丝 也是走到哪儿就报告到哪儿 出道十年片刻累积 成为台湾演艺圈 质朴却闪亮一颗心